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我们在专项整治行动当中 加大了对网站平台处置处罚的力度 可以说对有的老犯老错 旅罚旅饭的这些网站平台 加大了处罚处置的力度 采取了约谈平台的主要负责人 问责处理相关的责任人 停止功能更新 还有就是经济处罚的一些措施 多管极下 可以说这是处置处罚的措施 力度平次是前所未有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